幼年时候就对声音特别敏感 因为那时候父母忙着劳作 很多时候我需要独自去面对等待和未知 但幸运的是 在无助和恐慌中 我无意闯进了声音的世界 在那里躲避孤独 虚感寂静 声音或许就是人类灵魂 最已感知到的现实媒介 与您分享田一苗的文章 声音留下记忆 选自新书 时间深处的花园 从声音开始 世界从黑暗中显身 又是新的一天 闹钟响了三遍 小狗汪汪汪 唱的是莫扎特的第四十号交响曲主题 睁开眼 深呼吸 让自己清醒 然后起床 刷牙 煮咖啡 翻报纸 地铁呼啸而过 从地铁站出来 晨光明媚 感觉自己像麦当劳早餐广告里走出来的年轻人 一路上 一边想着上午的历会 一边在脑子里搜索 早上起床时哼的那只歌叫什么名字 马路上 汽车引擎声 手机铃声 刹车声 堵车的咒骂声 人们握着电话对着空气各说各话 各种声音汇集了这一天的都市交响曲 之后 是二十三楼的办公室 让人耳鸣的持续的空调噪音 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的一天 听见声音之美 是在安静下来的时候 四点一刻 坐在广场上喝下午茶 听见一阵悠扬的萨克斯传来 陶醉在慢绝世风味的晚风中 发现那一天的落日特别美 午后 听见雨声敲窗 窗外 一位女上司正一手拎着文件袋 一手挡雨在雨中小跑 原来平时不够言笑的她 也有可爱的一面 夜来听雨 晚风吹得树叶萧色 灯光下 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玻璃窗上 与窗外的风雨重叠起来 心想 这一场雨过后 就到秋天了 这样的夜晚 适合给远方的挚友写信 如果找不到人写 可以独自写诗 李清照写 寻寻寻觅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你看 古人写的忧愁 都如雨声兮兮兮兮 人若安静下来 总会有伤感 想起生命里 可遇不可求的激情时刻 以为他们来去武宗 原来早已刻进声音里去了 声音留下的记忆 比我们想象的更长久 记得看过一部 赫尔佐格指导的电影 很像纪录片 情节淡淡的 都是日常生活 可是看过之后很多年 仍旧时常想起 尤其是画面中 各种沁人心脾的声音 月亮下 远远地传来的歌谣 自由的歌唱 若隐若现 像丝线泼洒在草原上 像风里传来的一阵酒香 蒙古语的歌词里面 唱着心爱的姑娘 那曲调 却更像是歌唱 蓝色原野的静谜 然后是到了下雨的夜里 雨点打在蒙古包的油毡布上 一阵温暖的滴滴答答 幼小男孩遇上了伤心事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母亲轻声安慰他 那儿语迷蒙 又清晰如左 草原上 河流像洁白的丝带 静静流过清晨 年少时看歌剧《蝴蝶夫人》 只记得其中最好听的永探调 晴朗的一日 成年之后再看 深深同情蝴蝶的命运 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就已经是幸福了 而蝴蝶却要挑一个晴朗的日子自吻 它是为爱而生的灵魂 记忆最深刻的 不是其中的著名永探调 而是乔乔桑与平克尔顿 成亲那一夜的二重唱 在何尝的喧闹声退去之后 一对新人走出新房 站在春天的花园里歌唱 我不觉得这一段是情歌对唱 他们各唱各的 各自陶醉在最美的青春里 炽烈的感情 其实是无法交流的 对方也不懂 只能对着天地 大海 对着自己抒情 在月声尽头 歌声背后 你听 虫耳呢 喃 花朵碧薄绽开 枝头掠过一声音转 亢奋的嗓音里 有一丝情欲般的羞涩不安 在夜色里 击颤不已 这是属于春夜的声音和激情 如果蝴蝶夫人没有死去 在很多年之后 回忆那个春夜 一定觉得非常美好 充满感激 一定会在歌声里 理解自己的命运 他的悲剧 是春天与爱情的罪孽 与哪个男人 是无关的 后来 有一位名叫 黄哲伦的华人剧作家 写了一部《蝴蝶军》 他把蝴蝶写成了 一个中国男人 京剧弹卷 饰演他的 是气质高贵的男演员尊龙 这一次 轮到西方男人 为他痴情 为他疯狂 爱上他的法国外交官 是吉润米·艾恩斯演的 他有一张脆弱的脸 不管出现在哪部电影里 他都会是那个 迟早会出事的人 一个东方剧作家 用这个故事 对著名歌剧中西方对东方的 一系列轻视 误读和玩弄 来个狠狠清算 而感情却没有错 都是一样真实 一样美 吉润米·艾恩斯 听完尊龙饰演的角色 唱得精细 深夜坐黄包车回使馆 半路下车来 望着夜色里的河水发呆 一只蜻蜓震翅的嗡嗡声 始终围绕着他 一时分不清是 深夜不睡的亢奋感 还是那女子带来的恍惚 爱的真相 留在眼泪和鲜血中 也留在声音的记忆里 所有的回忆 因为带着一个个声音 在脑海里回响 才依然那么的鲜活 而在宁静的世界里 用耳朵去探寻 某种声音独特的微妙 一定是这个世界 最奢侈的享受之一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在节目下方留言区留言 说出你和声音的故事 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 会随机挑选出 十位听友 赠送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提供的 田一苗新书 时间深处的花园 田一苗是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也是国内古典音乐课程的首席IP 曾经担任歌手 深入人心等综艺节目的专家评审 那这本新书就谈及了田老师 是在时间深处和音乐和生活的种种庙缘故事 有情提醒 参与留言的朋友 一定要留意第二天的中奖信息 并且及时回复您的收件地址姓名 以便我们第一时间把赠书送到您的手上 如果在中奖信息公布以后的24小时以内 您还没能回复小编的消息 及时提供您的收件信息 那我们将视为您自动放弃领取赠书 好 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获取详细参与方式 我是潮雨 祝您如愿获得赠书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